今天消息带来关注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跟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两个人 已经在印尼进行了短暂的会晤交谈了 消息来源是日本的共同社最新报道了 人在印尼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今天他在出席东协峰会之前 时间点是在峰会举行之前 他已经跟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接触 而且短暂交谈了 那根据了解也根据这个日本媒体的报道 他们是报道说这个双方交谈的时间非常的短 所以推测应该不太可能是坐下来谈的 那么综合一下所有的日本媒体的报道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两个人交谈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日本媒体表示了 两个人可能谈的就是核污染水这件事情 彼此交换意见 还有一个最新是中美局势又升文了 刚刚我们的节目中内容也特别提到了 美国的航母即将在大陆的黄海军演嘛 军演还没有开始 美国的侦察机已经先逼近大陆21海里 大规模侦搜了 事情呢就发生在今天 9月6号美国空军有一架WC-135R所谓的核侦察机 好就是画面中的这一架侦察机 它从呢这个冲绳的加首纳美军空军基地起飞之后 它逼近了大陆21海里 甚至是沿着大陆的沿海来征搜 那目前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头 已经有军事迷提供了这一架美军的侦察机 它的这个航行的轨迹图了 好你看到就是从这边 这个冲绳开始 它就是先逼近这个大陆的这个东南沿海一带 然后呢 笔直的往北飞 它是先穿过了中国大陆东海的防空识别区之后 好抵近了大陆的海岸 然后呢沿着东海的海岸一直在往北走 北到哪里呢 北到了这个青岛 就是靠近了这个黄海海域抵近来侦察 好最近的距离在这里 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连云港 大约21海里处 那从这个中国大陆网站上最新的这个轨迹图 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个美国的侦察机 增搜的范围非常大 包括它南从冲绳 好北到了这个青岛连云港 这件事情呢 也立刻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 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 说中国大陆要警惕了 好这是一个最新的这个消息提供给您 这个消息提供给您